在伦敦街头有一间地下室咖啡厅 它的装饰充满了维多利亚时期的建筑风格 可是这间咖啡厅是废弃50多年的公共厕所 而且顾客喝咖啡坐着的地方 就正好是50年前男生上厕所的地方 经过改造 厕所的味道变成了咖啡的香气 老旧建筑有了新生命 2014年喝上一杯香醇咖啡 但在一百年前这里却是公厕小便斗 这间试着咖啡是由废弃公厕改造 一名顾客分享了他的用餐经验 它是一个很创造的空间 它是很有趣的 你看到里面里面里面的泡泡 但这个很趣 除了重新改造公厕 店家将公厕历史书籍 还有伦敦咖啡导览手册并列 过往历史与现金出现在同一个空间 营造出不同趣味 我猜不知 你可能想想想想想的 这一百年前的这两个人 以及这几百年之后 我们在谈论了 这两个故事必须有变成了 或是让你的幻想轻轻 男生使用的小便池加上隔间 变成独特的个人座位 经由设计巧思 原本复古雕塑成为挂帽柱 而抽水马桶种上绿色植物 试着咖啡不仅保留古典风格 更试图恢复过往风貌 充现原本建筑的材质 当他们继续建筑的材质 他们在1890年代的材质 他们也在1890年代的材质 所以他们从很多年代的材质 找到同样的材质 所以我认为它很重要 保持整个咖啡的材质 保持同样的材质 从废弃公厕到咖啡厅 藉由创意巧思 将意味转换成咖啡香气 试着咖啡成功让建筑容貌 展现出不同的可能性